快點心吃飯 Annie師傅 你好,Annie師傅 朱姨之賢,朱朱 朱姨,我叫你朱姨 你第一次來煮 你幫我忙 好,我看到兩隻雞腿,我們煮什麼 海南雞腿油飯,好嗎 先看看,煮海南雞飯 很喜歡 Annie師傅煮什麼我也喜歡 你不是油鴨,你是油嘴 朱姨,你煮不煮嗎? 一定要好了 當然喜歡 我開始說 為什麼你選雞腿,不吃一隻雞 對,雞腿也可以,雞腿也可以 雞翼也可以,雞肉也可以 你去吃的時候,如果要選雞腿 貴十元 對,貴十元,一整天 因為最滑是這個位置 對,這是理由 而且我喜歡去街市 原來這個冰鮮雞腿有就這樣賣 買了之後,回家就這樣沖一下 你不要小看這隻雞腿 也要20分鐘至25分鐘 因為最難熟的是這些位置 但又不會浸泡或煮太久會… 所以我們是浸雞,不是煮雞 就是慢煮 對,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你想快一點 在這個上腿、下腿 忽然你看到有些白白的、黃黃的 你可以切一切它 你喜歡的,用剪刀去剪刀 你就會發覺它 斷了 這樣分開了 這樣就快熟,均勻很多 這個就是軟骨的位置? 知道了,知道了 這樣就快一點 全熱,不用外面熟 只是那個位置不熟 好,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又做了一點點東西 就給它一點味道 很簡單,鹽 還有一個叫薑汁酒 薑汁酒,要磨掉薑之後 你喜歡比兆酒、米酒都好 只要你喜歡,但我發覺一件事 薑和雞很好玩 它們兩個很配合 互相可以提升味道 好 好,你塗一下它,塗完之後 就加一點鹽 大致上兩隻雞皮也好 就加一茶匙鹽 不會拿到它收了,縮了水 擠出水 你不是做鹹雞,不是醃隔東西 我們大概醃它10分鐘 那就是底味,知道嗎? 厲害… 厲害… 靠現在這個調味做底味 對,可以進入淚頭 然後我們怎麼算是浸雞 滾了水之後,可以放幾片薑 我都說薑和雞很好 它會加一些香味的雞 對,可以吃什麼雞都蘸薑蓉 對,還有一件事要加上鹽 鹽,粗鹽和鹽都不要緊 你以它兩茶匙做一湯匙 又是底味 除了底味之外 就是令雞一邊浸泡的時候 不用搶走它的鹹味的味道 它本身有一點鹹的味道 養著雞,做完之後就剛剛好 好,那我怕要煮多少? 什麼時候都可以 什麼時候都可以? 因為一路就做下去了 煮就行了 對,做完這個雞之後 你喜歡的沖水也可以 你不喜歡的就這樣加進去也不要緊 但一定要水滾 你可以整隻放進去 反不反好呢? 水蓋過了就不需要 你把它…現在我等它再煮起來 蓋蓋蓋? 這個就說蓋蓋的問題 蓋蓋是叫做煲 煲了一個不好處,是蛇油 這個重點? 浸可以不蓋蓋 所以我先先煮 煮了之後就留下中火 因為如果太猛火,煮了雞爐 但在中火慢慢慢慢 令雞慢慢熟 水面不停有動 繼續煲… 繼續煲… 不要太大 這個大概要20至25分鐘 這個繼續浸 我整定一個,這個是浸了 浸熟不僅僅,最好關火 讓它再浸多5至10分鐘 因為再煮後,有些地方 它會比起上來,不太好看 浸多一會,讓它在熱水和暖水 煮起來就很好 然後呢? 煮出來後,實在沒什麼要做 但有些人很喜歡說 有皮爽皮爽的 你就預約凍水 過冷 像冷河一樣 對,這次真的很冷的河 為什麼叫做過冷河呢? 原來將表面的油脂停止,不會再煮 如果是動物的油 冷了,放在這裡很久 就會有一層… 有白色的臉 但現在我將它這樣沖沖了之後 它就…沒有了 變成死上來的時候 它就爽爽,不用貼著它 油放了表面 看到油光了 這個可以什麼時候吃都可以 因為油雞多數不是很熱 現在雞煮好了 現在說飯吧 油飯喜歡吃嗎? 喜歡 很香 我想每個人都喜歡吃 不過油飯來說,不難煮 先試試飯吧 是 飯是普通家裡的飯也可以 洗了之後多做個功夫 家裡如果有篩子 就最好把它隔開 洗了 為什麼要隔開? 洗了 為什麼要隔開? 我們原來不想用它的水 因為待會要炒 炒乾了 放進去就彈 可以用廚房紙吸乾嗎? 也沒有這個那麼好 但隔乾了之後 聽到嗎? 很爽的 爽的 放進去就更均勻 如果用炒飯用隔夜飯行不行? 不行 那時候它已經… 因為你用三米 我已經做好了 我用的是由我三米加什麼煮 對了,你提醒了 剛才我們做了雞腿 對 因為這個湯也有雞香味 雞油,有蟑螂 對了, 把它切成這個 要多少?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呢? 實在我用一匹米 一匹米就是有? 對 一匹湯? 你用一匹湯 實在不夠 如果喜歡像今天, 我加點椰汁 可以 再香一點 配合起來, 大致上有三分之一的水 跟我們煲飯一樣 不過加了椰汁就香很多 如果有些朋友不喜歡椰汁 就加多一點水 可以嗎? 還有東西加進去 看到有些香茅嗎? 這是精髓, 海南雞飯 對, 真是很貴香 我們開始做了 好, 炒了 你可以用鍋子和鍋子, 什麼都無所謂 今天我加普通的菜油 火不要太猛 立刻加蒜蓉 還有, 加的時候不停攪拌 不是會焦嗎? 不是, 它就會焦 它會焦, 然後立刻, 等也別等 加米 因為如果太久, 蒜蓉會焦 第一, 會失去鮮香味 第二, 別人看見你 哪個飯煲成一粒粒 就是這樣 蒜蓉是否要很細小 如果今天你會吃到一粒粒蒜蓉 起碼就可以了 因為煲完飯, 通常都會融化 對, 但不要一粒粒 有些人還會加菜 有些人會加薑蓉 有些人會加乾蔥蓉 個人喜愛 但基本上, 蒜蓉每碗飯一粒 效果都不錯 炒至何時呢 炒至粒粒都被剛才的油包住 而且爽脆 在這個時候, 不要走開, 不要停手 一停手, 底下那裡變硬了 我給它飯焦了 對, 不是焦, 它不入水 煮的時候的位置變成生雞底 我聞到香味了 精華 是, 將這個 真是讚我了 對, 一對一 如果不用這個椰汁 可以用多一點水 但如果用椰汁, 大概四至五湯匙 慢慢加 差不多做完之後 都是你所謂的三分之一的水 除了水分就要這麼多 好像意大利飯的煮法 你說得對, 接著我會做什麼東西 我不會蓋蓋子 我加上這幾條香麻 這時候加下去 是 椰汁加香麻很香 是嗎 我們會把它拌勻… 看到米已經吸收了大部分水 才蓋蓋子 可否比較難, 用飯煲 煮好, 倒入材料, 我就不用攪拌 不, 不好吃 我不會… 你可以冷革 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不要去 不要去, 你怎麼做都可以 如果我做完這句 天佑, 你就會知道 為何不能冷靜 為何呢 沒味道, 發脾氣熟了 他還好意思, 現在還問這個問題 我也是, 我也是不明白 不要緊, 有東西吃就行了 不用明白 現在用三米慢慢煮 放椰汁、水、雞湯 滲入米裡? 慢慢滲入米裡 而吃飯 這樣會很入味… 而且炒過後 每顆米外面有少許油香炒 不會像煲飯一樣爛白 有一個令氣 現在擦… 稠了… 稠了, 稠了, 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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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沒有水分 很稠了 可以關慢火, 蓋上蓋子 在家裡煮習慣飯 可以扭慢火, 讓它慢慢煮熟 在家裡會發覺 有時候有些鍋子 會有些不得勻移 然後拿過來這裡 你一定要用這些瓦鍋 不是的, 我也說 如果家裡的鍋子很勻移 可以做得很小 第二, 你不用用這些東西 這個叫做Diffuse Diffuse 賣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些孔子在頂上 就是均勻 均勻 我家裡的鍋子不太均勻 經常中間很大火 就不能調校運氣 要用這些 你可以嘗試用這個 煮多久 應該15分鐘至20分鐘就行了 現在我們把鍋子放在這裡 好 我們再做下一個步驟 我們有一個醬料要做 醬料, 我有幾樣東西加進去 第一, 蒜蓉 蒜蓉 第二, 薑蓉 好了, 兩樣都好吃 第三, 加一點… 這個是… 糖 糖, 我也喜歡糖 加一點鹽 一點而已… 不怕辣的就辣成這樣 那我不怕, 可南雞飯辣辣辣得很香 對, 後來還有… 青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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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而已 醬而已 少許就可以了 這樣就拌勻 也不少, 整個茶匙 對, 你可以用湯匙、茶匙都可以 不過你用糖和鹽撞出味道 這樣就可以了 你喜歡的話, 有時候可以加一點油 怎樣才知道要加一點油 這是秘訣 在表面撇上一點雞油、雞湯 加進去, 簡直是妙 原來如此 現在我們把西洋菜削好 今天為什麼要加這麼多西洋菜 因為剛剛是季季 這道菜很好的 第一, 它有鹽分, 我們不用再加鹽 第二, 它有油分, 我們不用再加油 現在還有雞味 你可以把它削多點菜, 就這樣吃菜 也有些人會說我削少許菜, 喝湯 所以海南雞飯套餐 就有那些東西了 一流 削多久, 真是暖到這樣 你去火鍋也要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不要過久了 因為過久, 除了軟了不太好吃 太軟了, 說說, 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的色會變 我在這裡瀝一瀝 待會就可以有多樣東西了 我們錄完菜了 等完飯就可以上碟了 好, 師傅, 我已經聞到很香了 是不是可以分飯了? 可以, 我們看看如何, 好嗎 好 一粒粒, 真的 對, 你看過它是一粒粒的 因為你炒過, 它不會太黏 對, 很一粒粒的 是嗎?我聞到椰香味 對 這個給天佑 當然了, 這麼大隻要吃飯 好, 這就可以關火了 這個我預料兩人份量 一隻雞腿 完成 對, 做得好一點吧 好, 那就完成了 這個給天佑 太好了 這個就是海南雞腿油飯 那 我來看一餐 我來看一會 我來看一看